这是一项你可能在电视中听说过 夜晚散步消化肚子里的食物时路过看到过 但是你并没有精神参与过 或者说你参与过 但是尝试过一两次就放弃了运动 它是一项使用这个去击打这个的运动 而这项运动的名字叫做网球 相较于国球乒乓球和几乎人人上手 都能打几个来回的羽毛球而言 网球这项运动的上手难度似乎要高那么一些 这也许是由于网球拍的重量 大约比羽毛球拍重200多克 比乒乓球拍重140多克 而一颗网球大约比一颗羽毛球和乒乓球都要重50多克 而网球场的底线距离网带要比羽毛球场和乒乓球场都要长那么一丢丢 假如你没有一个教练带你的话 那么大概你第一次接触网球是这个样子 而就算是有教练带你的话 你所学习的网球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跟电视上那些打起来非常飘逸的职业选手 还是和身边那些会打的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 而你从初学一直能打到两个人能互相拉球 也就是对打 还有很长的时间需要你去努力 而这段时间往往都是枯燥的改动作 远地打多球 隔往打多球 可以说在这个期间 你很难享受到网球这项运动所带来的乐趣 除了在学习网球这期间很枯燥 球场资源的稀缺也是一个问题 以北京这个城市为例 室外网球场的价格普遍在80到120每小时左右 而室内网球场的价格普遍在300到500之间 而这些球场通常都有自己的合作教练 如果你想要一个比较合理时间段的场地是比较难抢的 而除了这些教练外 还有一群场地贩子使用他们的机型软件来跟你一起抢场地 而且网球教练的费用也是较高的 还是以北京为例 北京教练的价格普遍在300到500之间 假如我一周学两次球一次两个小时 那么场地费加教练费 我每个月的学习网球的费用成本大概在1000到2000不等 那么网球究竟有什么魔力 促使这么一群人不惜跟场地贩子斗智斗勇 花这么多钱 却耗费这么多精力 去学习一项上场难度这么高的运动呢 对此我们采访了一位目前在北京的全职网球教练 以及一位我们工作室的老客户 就是看比赛 就很简单 看飞得了比赛 然后 就是想试一试 然后就去了 小时候五六岁那会儿 我爸带着我去网球场 然后带着我就活动活动 然后就给了个拍子 抡了 然后后来就找教练 就正式学 七岁左右了 最难过 最难过之前 转过一次行 就是打的时间少了以后 练的少了嘛 然后就越来越差打的 就很 当时很那个 心里面很低落 最开心就是 打球就 打球就很开心 通过我的回忆就是 小时候打李宁威 被人家那个 体校的孩子给干烂了 美好的呀 全都是烂的回忆 没有 别哭笑嘛 就是自己 通过训练 最后 比赛 怎么说呢 就有点提升吧 至少说打的比之前好的 我觉得这个 就算美好的 就是喜欢嘛 这么长时间 就是目前 应该是在 十多年嘛 就中间就没有断过 从学到现在 然后 就是很喜欢 一上了场 就是喜欢打 不打会手痒 会喜欢 会想的那种 主要是现在有这个不少 就是就是一块打球的这种 那个球友嘛 然后大家共同进步 对吧 然后加上现在这个器材 就是烧着也比较快了 就是自动换了这个海德之后 然后这个 就是烧器材 研究器材 这个过程 也比较快了 当我回想起 我与网球相识的那天 我打开视频网站 看视频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名为 热血沸腾 洛杰费勒的视频 出于好奇 我随手点开了那个视频 而我这小半辈子 与体育和运动 都没有什么联系的小胖子 就莫名与这项运动 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由网球相识到现在 我从一个网球爱好者 成为了个网球行业内的 内容输出者 从业者 而网球固然是一项 困难重重的运动 无论是它的上手难度 还是找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好教练 还有场地资源的稀缺 这些高昂的学习网球成本 都无时无刻在劝退 每一位对网球感兴趣的人们 但我相信 当你踏路这片场地 拿球网球拍这一刻 仿佛有一种魔力 在推动着和促使着你 让你去追赶着 那颗毛肉龙的绿色小球 你也并不愿意放弃 每一颗球从你身边划过 或者让其轻易地落地 无论你有多么的疲倦 你都始终站在这片场地上 释放着属于你在这片场地的一切 而这就是网球这项运动 这就是我们所热爱的一切 无论在网球这条路上 我们曾遇到多少困难 这项运动也终将会被我们 热爱和坚持到最后 大家好 我是来自球块兄弟的如达尔 我是来自云南省 沙士的李自勇 我是达自西大师 无大推导王日金 我来自广西桂林 我是袁晨依依 我是来自河北省网球队的于宾玉 我是来自云南省网球队的 我们要给他 是广西网球预导员周易 周开兄弟的魏詹林 我是来自周开兄弟的张志华 让我们在网球场上相见吧 有了 随着一个反派的失误 在这场地上比赛当中 迪娜的是在 海神抢冷戏之处 姜家抢天当中完胜 goo 可以 没有 封百多 很多 奉劣 特别 那 我 我们 在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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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自广西南宁的小垃圾 我在网球场等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